好,接下来我们要切入主题就是做TCP的网络程式 那TCP的网络程式通常我们会用到Thread 所以我们刚刚先讲Thread 那现在再来讲TCP的网络程式 那TCP的网络程式大概通常是这样 它分两端,客户端跟事物端 那客户端呢,它会以大概是这样的架构 先建立一个IP point IP endpoint 然后建立一个socket 是用TCP的模式再接的 那这三个参数指定的是一个网络网络的TCP模式 那接下来呢,server端 客户端去连到server 所以在客户端的时候呢 它去呼叫server.connect,就连到server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无穷违圈 这个无穷违圈之中,它可能会传递讯息出去 那它也可能会等待你输入资料 那最后呢,当无穷违圈跳出来的时候 其实很奇怪,无穷违圈不应该会跳出来 那但是你总是可以用black把它跳出来 然后black跳出来之后呢 那最后就是要把整个server关掉 就是把server的那个连线 不是把server关掉 是把跟server的连线关掉 这里关都是,不可能client关server 除非你是远端登录 否则的话,照理讲 你所谓的关掉,是关掉连线而已 好 那接下来呢 server的架构大概像这个样子 他每次呢 当一个新的client连进来之后 他会建立一个新的thread 建立一个新的thread 去处理这个连线 这就是为什么TCP要用thread的原因 一个client进来 我就建立一个新的thread 去处理那个连线 而且我记住这一个client是谁 把他的连线也记起来 这样不用每次要传资料的时候 又要再重新记录连线 或是重新做连线 那就很麻烦 因为TCP是一个连线导向的东西 所以我们建立thread去处理这个连线 是比较方便 好 那所以在TCP server 这一个class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OK 我们一样建立一个IPM point 然后但是呢 server是等待人家来连他的 所以他不用 不用指定说我要连谁 他是是执行在那里等人家连进来 好 那所以他用bind先去把那一个port 那个比如说看你用多少号的port 比如说5555 那我就把5555这个port bind下来 那bind下来之后 这边有一个listen 这个listen呢 其实我一直还没有很实际的 感觉到他的用途 因为这个listen照微软的韩式库是指说 他最多可以接受10个人同时连线 这个参数是你最多要接受几个人同时连线 但是好像我不管怎么设 因为我也很少碰到会有10个人同时连线的状况 所以这个设计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别 不过应该是有差的 照韩式库的上面的说明应该是有差 接下来就是我们用一个又是无穷违圈 这个无穷违圈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无穷违圈是每次有一个client连进来 我就建立一个新的thread去处理那个client OK每次有一个client连线进来 我就再建立一个新的thread去处理那个client的连线 那所以我要先accept accept就是说我 如果你连进来了 那我接受 接受完之后呢 我们两个的连线就建立了 所以它会出现一个叫socket的物件 那我现在把这个连线这个socket的物件记住 记住之后呢 我建立一个新的thread去处理你 所以我建立一个新的 先创建一个新的叫TCP Listener 这不一定这名字是我们后面自己做的 TCP Listener在这里 就是我用一个物件 然后这个物件建立起来 把你的socket传进来 把你client连线传进来 那我就可以在这个物件的run函数或者是某个函数里面去处理你这条连线 那当我我要在某个函数里面去处理你的这条连线的时候 我们的做法就是用thread 这样子才不会把我现在这个层次给卡住 用thread的目的就是不要把现在这个层次卡住 它还可以在下一次人家又连线进来的时候呢 我又可以继续去处理 ok 所以用thread就等于是有平行性 不会把现在的层次给卡住 那接下来呢 就会叫那个thread的start去去执行这个函数 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执行这个run函数了 这就跑到这个run里面了 run里面又有一个又是一个无穷违圈 那这个无穷违圈呢 就不断的去收资料 那收完资料可能就显示出来 哦或之类的 或也有可能他会另外一个thread再去汇传资料 好 那这里看起来还是不太清楚 因为这样子只是讲了它的架构 所以我们现在就真正来用一个实作 那我们会从简单的开始 所以我们第一个翻例会是 一样跟之前UDP一样是单向讯息传递程式 单向的 那这种单向性会让程式比较简单一点 那等到我们会单向的 我们再来做双向的P2P的聊天程式 OK 那就是P2P就是点对点 一对一 那就可以跟你聊天 那当然P2P不一定是一对一 有时候是多对多 那就像MSN MSN其实就是一种P2P的聊天程式 不过最近好像微软要把MSN给处理掉 那MSN之后就全部都并到Skype里面 因为微软把Skype这家公司给并购了 那这大概是微软的 在非常弱势的情况之下 企图借由并购来 来做翻身的一搏吧 那可是不知道怎么想 好 这是这是我们讲完单向的 我们会讲双向的P2P 最后呢 我们会给各位一个多人聊天室 那这个多人聊天室呢 就是我会有一个Server 那所有的讯息透过这个Server 去传送给所有人 那这变成多人聊天室 所以现在先让我们来看 单向的讯息传递程式 那单向讯息传递程式 就是一样要有两个程式 第一个程式呢 是TCP Client 1 那那TCP Client 另外一个程式是TCP Server TCP Server 好那我们把它呢 那因为因为它有好几板 所以我们叫1 就是避免之后冲到 好所以我这个储存成TCP Client 1 好这个是TCP Client 1 好那其实你可以放另外一个资料夹也OK啦 就是看你觉得怎么放比较好 好这是Client 1 TCP Client 1 那只有这个程式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有另外一个配对的程式 网络程式几乎都是这样 都会有配对 那除非像那个P2P这样 一个程式做两个事情 好这是TCP Client 1 再建一个TCP Server 1 好TCP Server 1.cs 好这样我们把这两个程式都建起来 其他的我就关掉了 好那我现在呢 要编译这两个程式 但是我只开了一个编译视窗 其实不够 因为要执行网络程式 我们要至少两个视窗 好那我先编译 Client 1.cs 那我在这边其实是可以编译Server 1 然后等一下再去开另外一个视窗 去启动这个Server就好 好那我接下来呢 我就再启动一个Vidual Studio的命令工具 但是事实上其实像Lanes那些 它可以把一个程式放到背景执行 那你就可以把把那个Server直接放到背景执行 然后直接再去执行Client 所以其实你在Lanes里面 你不用开两个视窗 Windows搞不好也有这种功能 但是我想大家也不太会习惯 那我们就还是这样做 好那这是我们现在开了两个 两个不同的Vidual Studio命令列视窗 那这边呢 我先在这边执行TCP Server 1 好那这里呢 会出现Windows防卧墙 我们一定要允许存取 不然这个程式就挂了 你要允许存取 好这时候呢 允许存取 OK 它Server已经等在那里 那接下来呢 我就使用TCP Client 1 然后去连 请注意我们看一下TCP Client 他这里是有用到参数0的 参数0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你要连线的对象是谁 那他用的Port是20 这个20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因为太前面了 如果有充到的话就不行 所以其实可以把它设后面一点 好 那我现在呢 用127.0.0.1 因为这个是本机嘛 用这个测试试看 那原则上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查出IP再用 那你可以看到我这样打下去之后 他确定有人连进来 而且呢 就是client TCP的client 那有人连进来 好 那这个endpoint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打hi 他就hi 那我打hello 那中文也ok 所以我现在进去了 而且我可以传讯息给他 那请注意这是一个单向的TCP传递程式 所以他不能够从server传回来 但是呢 它是一个可以接受多个 可以接受多个client的程式 所以我这边我可以再进入 一样 我一样进入再进入cs ccc的cs这个资料桥 然后我一样再执行tcpclient one 好 这时候我其实可以不需要 我故意要示范 不要用127.0.0.1 所以呢 我用ipconfig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一台的ip是多少 它是192.168.61.85 那我们就用这个来执行 192.168.61.85 ok 好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ok 又有一个连进来 这个连进来的是192.168.61.85 那你会看到它的后面的po 为什么都跳来跳去 那因为 因为它会去自动跳po去让 让这些po不会冲到 然后呢 那每一个连进来的线都会 有一个po 这样子它才有才有办法 做那个讯息的传递处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一样 啊 啊 like to ok 啊 ok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ok ok 所以这边打也可以 这边打也可以 但是呢 啊 只能够传给Server Server没有 没有写传回来的程式 所以这变成一个 啊 单向传递程式 但是是可以多人同时连上去 单向传递的程式 那这一个程式请各位去试试看 这个程式会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做双向的 好 所以这个程式呢 位置在这里 稍微把它贴到色团上去 好 请各位先试一下这个单向传 信号传递程式 好 好 谢谢观看